赶制100万陨石袋 武汉到底死了多少人 根据多家海外媒体报道 中国已有多家纺织工厂收到政府指令 正在赶工制造陨石袋 数量达百万个 截至2020年2月13日 根据新浪网疫情实时数据显示 全国共有1368人死亡 千人的死亡率为什么需要百万陨石袋 我们在1月末的时候看到 有武汉殡葬业向全国求助运石袋 根据大纪元媒体通过电话暗访 得知武汉殡仪馆人员工作强度很大 之后我就跟领导说 我现在我本能都要快崩溃了 我们现在每天的运气量和火化量 是平时的四到五倍 我们的人员从清洁前到现在 人头上没有休息 而且还得不到人员的补充 根据最近国内新闻报道的 各地殡仪行业人员去武汉支援的新闻 也侧面证实了调查录音的真实性 这个视频显示三个小孩共用一个运石袋 武汉到底死了多少人 根据国际数据提供商Windy追踪的数据 武汉市的二氧化硬排放量高达1342.27微克每立方米 整个湖北省都在停工中 那是什么产生的二氧化硬呢? 有网友分析称 要产生这样大规模的二氧化硬 需要焚烧上万具尸体 即使现在武汉肺炎导致数万人死亡 那为什么要赶制百万的运石袋呢? 中共政府不是宣传疫情可控 而且还要求各地有序复工吗? 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 中共政府高层得到分析 目前对武汉肺炎没有任何有效办法 这次武汉肺炎至少会有100万中国人死亡 所以才会赶制100万的运石袋 也许您会问 这些年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 又有什么办法可以远离灾祸呢? 我们的祖先告诉了我们答案 一个国家的统治者 如果背离天道、实行暴政、欺压百姓 必定就会造成频繁的天灾人祸 换句话说 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 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告 中共1949年当政以来 各种运动接连不断 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 六四屠杀大学生 再到迫害法轮功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中共迫害死大批中国人 引发人怨、天怒 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 共产党编造天安门自焚假案 抹黑法轮功 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上乘功法 学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 要求自己 因为去病健身 提升道德水平捉住 传播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唯独在中国受到残酷的迫害 中共迫害佛法必将受到天前 中外历史上著名的预言 例如刘伯温的金灵塔碑文、诸葛亮的马前科等 都直接或间接地预言了中共政权的灭亡 其中 刘伯温的预言和另一则韩国预言 《格安一路》都很明确地提示了将要发生的大瘟疫 如今中共内外交困 美国正在掀起淘汰共产主义的历史大潮 香港民众抗争持续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官员们消极代工 中共气数已尽 中国官场和企业各界都在纷纷寻找各种渠道 把资金和家人送往海外避嫌 当您加入中共的共产党共青团或者是少先队时 共产党让您向它发誓 为党牺牲生命 奋斗一生 当上天降下大瘟疫等天灾 来清算中共罪恶的时候 您的誓言就将兑现 唯一自救的办法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也称三退 把发过的毒室抹掉 您放心 不是让您去组织内退 而是在海外的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 用真名 小名 画名退 都有效 目前已经有三亿五千多万中国同胞做了三退 三退关系到您的未来 非常严肃 智者先贤们都预言了今天的事 当有行大善者劝您退出来时一定要退出来 遭了此劫不上算 切莫错过神佛对我们的慈悲 在大地震 非典 大洪水等各种天灾人祸面前 许多善良的大陆同胞因为做了三退 并诚心地默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而得到了平安 福报